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 您还说什么 说明年我将衰老 但在我尚未特别衰老之际 您还要说什么 我就说人只要是没死 他就是活人 他就做活人应该做的事 享受活人待遇 在他这就是三个万岁 就是还是要说生活万岁 青春万岁 爱情万岁 真诚诗篇了 我觉得他也算是一辈子青春不改 当年就是青春万岁 一直到现在 谢谢 不敢当 我是比较早知道这件事的 所以第一次我去见三亚姐姐 我叫她 我很意外的一个 刚一进我们是在一个中东餐馆里见面 我记得远远的我一看 我觉得见到了崔老师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身影 真的像您的就是前夫人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您这话里有意思 缘分 是有点 不止我一个人 我跟这个山山亚女士见面的第一分钟 我就觉得就是她 我就有一种被秒杀的这种 一见钟情 而且我后来我还发现 凡是大事我决定都特别快 一两分钟 比如去新疆两分钟 我少年时期入党决定两分钟 我要写作 写小说 两分钟 反正小事我都决定的慢 比如买一表 买两万的 还是一万的 还是八千的 还是六百的 这我可能琢磨半天 那肯定是头脑里出现一种 无可阻挡的直觉 这我不知怎么解释 是吧 但是我就觉得大事啊 不是一个拿算盘 算盘猪打的东西 哎 这话有意味 有意味 哎呀 小事您可以竭力算益呢 没错 一篇文章的题目 你可以 你可以两月定不下来 但是大事两分钟能定 我可以证明 因为那时候我听说的时候 好像才见了十五天 王老师那时候的感觉是 就定了 而且是 开玩笑 用英文说如何如图 叫like fire like tea 如何如茶 如何如茶 就是那时候那个热烈的程度 而且我就知道 我当时在私下就预谱 我说这肯定是 今年秋天 恐怕要办事 我跟你不信 你去跟咱们避风问 果然吧 而且就不愿谈 谈太长时间的恋爱 就是要赶快办事 什么事到他这嘴里面 我说这意思就是说 他倒是这个印证了这种啊 一见钟情 不用考虑太多 我说这是我的幸运 因为有些啊 有些老年丧偶的啊 想再 哎呦麻烦死了 我就不说了 不说人家了 好像我说人家 我这得便宜卖怪 是不是这事 对对对 这个考虑的太多了 考虑的非常多 非常难处 你们俩人都已经成型了 是 是不是 本来互相甚至印象很好 真的一接触 根本就不行 太多了 太困难了 比年轻人 比年轻人恋爱还困难 年轻人比较容易如火如荼 这老年人他很他很理性啊 但是你看啊 就是这个前两年 我母亲啊 突然间这个中风 中风就是光是这个不能说话了 我爸爸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失魂落魄 然后这个孩子们反倒就不能理解 就说你怎么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 我爸爸就说一句话 他说 你们年轻人要是失个恋 你们是什么样 我们生活了一辈子 突然间没有办法这个交谈了 是吧 所以我反过来想啊 就有句话讲啊 这个就老房子着火没法救啊 那您说 您这个黄昏恋啊 不是 这像年轻人那种恋爱 那么热恋呢 还是一种比较倦勇的 平淡的 反正我相对比较热 他说那15天 这还发生这么一个事 就是也就不过是六七天 六七天呢 另外一个朋友到我这来 我悄悄的跟他说了一事 他就觉得我很热 他说你们认识多久了呀 我不敢说是七天 我记得我还报了一个谎 我说我十几天半个月 半个月你就这么热了呀 我更不敢说我是六天了 六天 这结果我还搞了一次假冒成绩 我这辈子 这个做假汇报的记录 不是太多 但这次就是有点假汇报的感觉 所以我还感觉 他这个 虚报成绩 他这个小说的名字啊 没准是说出他的一个 一个本命 青春万岁 他这是永保青春的一种心 这个王老师外号 就叫做这个高龄少年嘛 然后这是一个是谁 铁宁说的 铁宁说的 对 然后这个 这个三亚姐姐就是新夫人呢 也跟我说过 就那次见面 他说 其实他说王猛觉得 哎呀 现在这个年代 他还带着五十年代人的那种 热情和单纯 说现在其实就是两方 如果是人介绍一谈 这女方 不论是女方 尤其是女方 都要带着算盘过来 恨不得要计算器过来了 可是这事儿 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我觉得也是 两个人都是简单的人 才能一见 你说这个 这个咱们拉扯一下 为什么好多人反应啊 说见着我本人呢 说你比在 枪枪三人形上 显得年轻 这个我闹不清啊 这个我能给您解答 因为所有的人 见到我呀 也这么说 他是这个特写镜头 这人太细人 人上电视都显老 比实际年龄都显老 我不知道 一个是大概是 这个电视 能是不是能把人的脸呢 那个模糊镜头 以后我要求用模糊镜头 还模糊呢 我告您个不幸的消息 马上就改高清了 您这褶子里边 这个细胞都看得见 哎呦 那又惨了 哎 不要紧 您那细胞都是活力细胞 不信呢 您看看这个 咱王老 这个新婚啊 这家伙有个什么风采 已经是这个范儿了 北戴河 这个我这个 您看我这胳膊上的肌肉 我敢跟那个年轻人比 还有 一点鸭肉没有 全是肌肉 您再看 下一家 这家有点像老年旅游团 这有点老年人 老年旅游团 这是印尼 夏威夷 印尼的一个旅游事 好 我再给您看一张 哎 这张 您得这个论说论说 好 为什么呢 我说您不能光在北戴河 您也得到我们这水灾现场去看看 你知道啊 最近这事啊 它引起一定的争议 就是 于瑶那个地方啊 本来呢 就是一个镇里的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 这么个小官吧 像镇官 他呢 到一个村里去 去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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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之书 结果现在的这个村之书呢 这几天的村之书觉得挺委屈 因为呢 就是一开始就被媒体就骂 骂说他背这个小官 然后他说 我要是拍马屁 我背镇长啊 我背书记 他这官 而且呢 他说他就是我们村的 他会互相间呢 我管他叫小阿爸 还是他管我叫小阿爸 我管他叫小哥 他说那就五六米的这个水 本来网上开始传 说他穿的高档皮鞋 让人民群众背着涉水 你知道吗 结果呢 最后人说就穿了个一百 一百多块钱的一鞋 说是个半开玩笑的举动 说我背背你 看我能不能背得起来 这个小干部现在也很后悔 说哎呀 我当时就没把持得住 怎么就让他背了这么一下 这一下就免职 但是实际 说实话 我是也有点同情 就是说 你说这媒体一打击 这玩意 当个官也不容易 对 他这判断都是计时的 这倒真是秒杀 就是你刚才说的 是 因为我也也是到今天 你这么一说 我才知道 就后边其实有这么一个前因后果 有这么多细节 也不是高档皮鞋 他们的关系 可是我当时第一次在网上 别人传过来看的这个图像的时候 我当时一个计时的反应 的确也是这个人太太差劲了 而且你对他很善情的一个画面 没错 然后把后边可能那高档皮鞋都是后来猜想的 对猜想 网上一按这人就死了 听说已经免职了是吧 你知道王老师您是这作家 我就发现啊 这个中文呢 它是特别这个形象 而且呢 特别擅长用于这个指桑骂怀 寒沙摄影 上纲上线的时候 中文很厉害 因为那天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可大可巧 这今天的图像的时代 咱要光看这图像 这象征了什么 当官的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啊 哎呦 而且这个人民的脚 可是站在这个水深火热里 好家伙 你要这么说 他不是免职判刑都可以 对 您怎么看 不是 这个已经我不完全不了解 对 我是觉得啊 但是这一类的事啊 我是觉得报道也可以报道 这也算是这个民意监督吧 但是要是组织处理啊 还是要慎重一点 最后别是 这刚一报道那就处理了 人家觉得推快点 顺政府也说 也说得很明白啊 他说当然我们这个处理 跟舆论的压力是有关系的 但是当然他这个反正给人拍到了 那背了一秒钟也是背了 那他就是不恰当 我是觉得咱们这个 就是咱们的这个思想方式啊 咱们中华文化吧 是喜欢做整体性思维 是把什么事都放在一块来思维 西方的思想方式就跟西医似的 内科就是内科 外科就是外科 副科就是副科 南科就是南科 一时一二时二 一时二 他就分着来看 一边舆论就是舆论 但是你要是处理组织 那组织部门 他人事工作的规则 人事工作的规则 不会不考虑舆论 也不会变成就是 由舆论一剥了就能办到了的 那你就免一个人 你得有手续啊 你得有允许本人申诉啊 是不是 你现在法院里判个刑 还得手续且得捣腾 且得这个还可以请律师 还可以申诉 我是觉得那样就比较好 我们这个舆论非常欢迎 欢迎监督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允许申诉 允许分辨 万一啊 当然不是说这俩人 我也不认识 比如这俩人 他要是 如果要是一个村里 他说小老乡互相逗着玩 原来就你背我 或者互相摔跤 甚至是你捅我一下 我打你一下 我踹你屁股一下 这都有可能的 你要把他这踢屁股 那个场面弄成了 说这个就更严重了 就变成暴力侵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您开启各国的大门 全国咨询热线 4007009222 就是您是常年做这个基层工作啊 我我现在觉得这是他也有一个 就是说中国啊 在这个这个整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啊 他还有一个就某些个文明的那个观念 包括当官的文明啊 跟这个乡村的一些人情世故啊 他也有时候不太吻合的地方 你比如说秋菊打官司 其实说的就这么一事 对吧 有些时候呢 你说这个 就是说他们说啊 这个当地镇上就讲 说我们跟村里的这个农民啊 很多时候呢 就是称兄道弟 甚至讲个段子什么的 他们觉得这样啊 容易做工作 但是这东西 你比如说谁要是拿一手机 哪天给你录下来了 放到网上 哎 那你从当官的纪律上来说 你这是犯了纪律 是 这个又 而且这给这个就是公报私仇的提供了很大方面 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任何你的对头 或者你的政敌 或者你在他手上 你你你惩罚过他的人都可以随时一拍 你你总的24小时都做一个清廉状吧 是你还真不知道谁拍的 对而且这种请客送礼 我觉得他这个人情世故里边有很多并不是当官的本人能够完全在任何时刻都划清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官场的这个这个这个文化太渊源流长了 我就下去看过他不是什么大官 他就底下他就比如说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北京来人了地方这种接送 然后下面人主动要跟你就是说让你在下面很高兴 他就送给你很多礼品啊什么东西都不见得是要你直接有什么回报的 在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官是怎么办 如果他要按这个纪律处他什么都不能 不一块月饼 一个什么什么小一块哈达 可能都都不应该接了 那到可是要分到这么细 这个这个工作还能做吗 就整个这关系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了 这个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子啊 这个按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他自上而下呀 就是宁可要规定的严格 宁可不近人情 尽量少留这个空隙 你只要一留了这个空隙啊 不知他一于湖底 我跟你说就是我呀 就是担任相当的职务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上中南海开会啊 喝茶呀 自己要带五毛钱 才能拿一个那么一小包茶叶 一个茶包泡上去 有一次我在勤政殿开会啊 我就换衣服啊 你又不敢穿的太随便 换衣服是兜里的一点钱没有了 我就只好倒白开水 那时候广播影视部长是艾之声 艾之声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他一看我倒白开水吧 就笑了 没带钱吧 扔我一块钱 喝去 赏我一块我就 然后我把这五毛再还给他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这也太过了 是不是 你开会喝茶 回到这边回到幸亏 要不是艾之声赏赐我 我还能弄给白水喝 后来这个规定就没有了 但是我现在回头来 我感觉到当时有这个规定啊 是有它的意义的 为什么 尤其各省的人 你来开会说 中南海这这么严呢 他回去起码他胆小点 约束一下自己 如果你要在 如果你这儿 敢喝茶 他那儿就敢上月饼 你这儿敢吃月饼 他那儿敢上龙香 你这儿吃了龙香 他那儿 这个什么叫 叫什么 什么包吃 鱼翅鲍鱼 鱼翅鲍鱼 燕包吃 燕包吃 您吃吧 他全上 他全上 所以我说 他里头有这么一个 这是中国国情使人 他必须就是特别的严格 但是你具体处 你规定些这些制度 什么时候 你可以规定的非常之严 但是你具体处理的时候呢 第一要调查研究 第二呢 要允许本人申辩 而且要认真听取他的申辩 第三呢 要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因为这罗生门呢 世界上每件事的版本都多着呢 你以为只有一种说法吗 哎呀 您这讲的真全面 对对 真全面 恰到好处 我觉得这对我们啊 做这个媒体的都是个提醒 我现在觉得有时候我们做 比如说我们这节目组 在后来开会的时候啊 当然为了说话的方便 大家可能就简单化 但有的时候啊 反映某种潜意识 就是说 哎 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 但是经常你看 我们要报道一个事 实际背后大家说 哎 他打谁 打谁 打他是吧 哎 好像很快就定了性 然后就是 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对吧 哎 就把它变成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听一个经济学家就跟我讲过 他呢 就是说 你在中国你搞讲座 在这么一个社会 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说 我跟你说我的经验 中国经济要是有五分的危险 我就跟你说 他马上就要崩盘 因为这样 我说的话 就把他们震住了 你知道吗 这是传播呀 传播 传播呢 要求有力度 是不是 要求生动 要求煽情 要求你不惜夸张某一部分 这个麻烦 就是你传播和具体的做人事处理 做司法的审判 对 做判决 一定要有一定的区别 对对对 这其实你看就 这我当然拉的远点 就 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叫鲁迅体 就鲁迅的这有些话呢 明年他确实说的尖锐透 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经常也很过 你知道他专门就是说那个很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话 所以大家都仿这个就都能出位都能转眼球 你就没听说过有一个叫胡适体的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那个太过了 咱们你看胡适先生说的话 其实胡适是我们大家的朋友们很温和 但是摆出来都是灰色的 没有一句话让人说响当当 就让你觉得哎呀 真是痛快淋漓 他就流传不开 是 现在我学的是王猛体 咱们七下广告 枪枪三人型广告之后见 沉静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浴温泉文化 西安林统国家旅游休闲度降区 而且我刚才是不是还听王老师说 当年都有过就说 比如一个一个报道作品 就能够影响一个人最后 一个报告文学出来了 然后过了不到一个月 枪毙了 说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有过 那是罪有应得吗 反正你要是按那个报告文学的内容 没有一条够得上枪毙的这个罪棍的 还有最近呢 我还挺爱看 就是那个焦点访谈 跟那个什么东方时空 对 里面有一个我干的特别替老百姓说话 就是说办事难 办证难 办一个证 去了六次 然后呢 有一位女的警方的人员吧 就他那个脸子 我怎么看着那么熟悉 他自个儿在那看报 这时候那人家来找他吧 他就那种不耐烦那样 哎呦 那个嘴脸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这种事情进行批评啊 太正确了 哎呦 现在这可火了 你知道吗 焦点访谈把这个一打呀 多少个人呢 都把自己这辈子办正男的这个事啊 全在网上晒出来 但是这里得有一个问题 第二天就宣布 已经撤职了 调离公安部门 连夜 连夜 或者咱们能不能别这么快 处理人的问题慢一点 伟大毛主席都教导我们 说你处理什么事 冷处理吧 因为你热处理 有时候他容易带有一种 这个 你说这个快 咱们是可快可慢 前一阵就东北某省会城市啊 就是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 然后出现他们说神一样的这个一幕 本来这记者去啊 排到这个号 就后边今天办不完了 后边没有了 大厅里等着几十号人 十三个窗口 经常开的只有四个窗口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领导进来视察工作 一群人陪着进来 他这一进来 全开 每个窗口都排满了人 半分钟之内 你说他这领导一来 他要快 他能神一样的快 现在有时候网络民意啊 我认为有半个领导的效应 你只要一吵起来 他连夜就得处理 要不然他招骂 他盯不住 可能有这个 他是传媒时代 传媒时代 传播力量太大 但是还是要允许人申诉 今天会认不出 西安楼关 文明十路 看毫无疑问的事情 对 仍然有处 没错 对